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天網恢恢 話說昨天上水有位婦人踩單車墮坑死亡 及後發現另有內情 估計有人撞到他而不顧而去 結果相關司機落網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 據報長沙環出現了一個年紀小的小童 踩單車大地任我行 極度危險 相關消息在網上廣傳 網友相當擔憂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上水踩單車的婦人疑似遭到撞死了 倒臥坑渠10小時 警方在案發現場4公里外找回邵氏的車輛 左邊車頭損位 據報記者看到現場的車輪上出現了飛鵝 另外司機被捕 報道幾內文看到 上水蟲泊朗發生奪命車禍 69歲的老婦人疑似日前踩單車的時間 被私家車撞倒昏迷 更加疑似到臥坑渠之內約摩10小時 到昨天上午才被展草工人發現 可惜終告不治 邵氏的私家車事發過後不顧而去 消息說警方翻查閉路電視 鎖定可疑的深色私家車 到昨天傍晚事訓 人員在上水虎地爭道沉獲一格深藍色的豐田私家車 車身左邊車頭嚴重損位 懷疑與案件有關 現場所見 有一隻飛鵝停留在私家車的左前輪之上 警方指涉案私家車車頭的燈 懷疑曾經被更換 根據地圖 私家車被發現的位置 是距離案發現場約莫3.7公里 警方表示 昨晚已經在粉嶺的長華村 拘捕了一名39歲姓陳的男司機 涉嫌幾宗罪被捕 正被扣查 據了解 這個被捕男子是任職汽車維修員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天網恢恢 這個男人開車撞到踩單車的婦人 沒理由不知道 因為現場撞到已經有聲音 另邊廂 去到4公里外 甚至有機會看到損毀程度那麼嚴重 知道一定撞到人 竟然不顧而去 而當時這位婦人有機會未死 有機會被她撞到坑裡 結果長達10小時後才被人發現 據報這位婦人 其實村裡有很多村民都認識她 說她心地很好 平日會拿些飯菜 特意踩單車去餵流浪狗 想不到遇到這樣的事 而這個39歲姓陳的男司機 竟然想當沒事發生 甚至想把車頭的燈換了她 不知道是否染人耳目 另邊廂01的記者發現 當時這輛車輪上的車輪之上 是有一隻飛鵝 不知道是否冥冥之中有所啟示 另外也提及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長沙環單車小童 大地任我行 踩上馬路貼近巴士極為危險 報導機內文提到 近日中山三鄉鎮有個男童 日前懷疑踩單車出馬路 結果被中港車牌的七人車撞死了 而在昨日4月5日 網上又流傳一段車鏡片段 直擊本港一名單車小童 在長沙環深旺道大地任我行 視身邊的車樓如無物 險象還生 令到網民擔憂悲劇重演 現場是長沙環深旺道近 興華街西對開 車鏡片段顯示 時間是星期二 4月2日上午10時 片段所見 當時車鏡的車 是沿長沙環深旺道 往大角咀方向行駛 使至海荔商場對開時 就看到有個小童 竟然在前面踩單車 而且身上沒有任何防護裝備 車鏡的車隨即收慢 不過小童是身後的車輛如無物 繼續向前踩 更甚者當小童旁邊 有一輛巴士經過的時間 小童甚至是開單車 扭了貼近巴士 幸好巴士車長緊急停車 避免發生意外 最後小童在深旺道 與興華街西交界 踩上安全島 片段就此結束 整個片段 小童在馬路上踩了至少150米 另外片段開始時 路中心有兩個人 木宋是少跟踩單車離去的 未知兩人是否跟事件有關 片段流傳過後 夜來網民嘩然 直指他媽媽爸爸死去哪裡 亦說家人應該沒有看昨日新聞 以上來自星島的報告 真是認真打人驚 這個小童把馬路當成自己踩單車的遊樂場 當中旁邊有一輛巴士經過的時間 他甚至是扭了 靠近去 當中甚至有巴士經過的時間 他扭了貼近 結果在這個片段裏 只不過幸好沒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家長責任 這個小童的媽媽爸爸去了哪裡 怎會有個小童哥在馬路上 這樣踩單車 相關片段在網上瘋傳當中 估計會有下文 另外亦說了這件怪話 有網民求救 不知怎算好 根據HK01的報道 黃大仙住戶 疑似裝射燈 全日長開 強光猛射 鄰居被照到崩潰 網民質疑是否涉及風水 報道機能提到 己所不欲 密思於人 這樣騷擾鄰居的行為 是否真的好呢 話說近日有黃大仙居民 在網上發貼文 帶身對面大樓的住戶 疑似在外牆 裝設了強力射燈 而且長時間開 由於強光日夜不斷 直射他家 令他不勝其煩 有網友看完照片後 批評住戶行為 騷擾人 用光線影響他人的住屋環境 建議事主通知管理處和報警 也有網友指強光 算得上是風水學上的光煞 提醒事主盡快處理 可以這樣說 話說從事主上傳的多張照片 可以看到射燈範圍不小 光線刺眼 其中一張照片顯示 事主在光線較暗的室內拍攝 對面大樓住戶的射燈 形成了一個大光球 直對事主家中的梳化 就算事主用整排衣服來遮擋 仍然能夠見到強光 另外 不少網友拿爆這個裝射燈的住戶 就說他很差 也有人形容這眼燈 整個太陽那麼誇張 光到這樣真的睡不著 也有網友笑言 事主應該裝上鏡 反射光線過去 以牙還牙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什麼怪物都有 話說這個人 對面那座樓的人 就安裝了一個大光燈 正是對著他家 搞到他家屋 日又有光 夜又有光 兼且是不關燈的 奇怪 是什麼原因 有網友推敲 這是風水局 即是說那個人 就可能裝了一些風水有關的東西 要搶開這眼的射燈 不過你開射燈 你騷擾到人 真的很自私 暫時未知那家人 這樣裝過射燈 在外場行不行 介入礦仔說 安裝在外場上 已經違反了結構的問題 令賓箱這裡 據聞是公屋 若是如此房屋處要處理 估計事件會有下文 令賓箱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鑽石山寧灰安治所 老翁墮樓死亡 報導的流氓提到 鑽石山的蒲崗村道 寧灰安治所 在昨天下午 有一位70歲聖幕的老翁 懷疑從8樓後樓梯高處下降 屠人發現大驚報警 救護員港資 將老翁送往廣華醫院搶救 可惜回天罰術 警方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懸死者安息 這位老翁在寧灰安治所 一個8樓後樓梯高處下降 未知他什麼原因沉死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鄺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